小胖威力症是一种先天基因染色体异常所造成的罕见疾病 患者因为脑下是秋功能失调 没有饱足感 会一直想吃东西 最后导致了病态性肥胖 进而危害生命健康 为了替小胖威力病有减肥 新北市社会局专案补助了小胖威力病友关怀协会 协助病患进行一系列减重运动复健课程 认真的使用跑步及跑步 踩脚踏车 这些一般人用来瘦身健身的运动 却是小胖威力症病友们重要的训练课程 不仅如此 还要搭配一系列体势能与肢体开发课程 让病友可以成功瘦身 而为了协助小胖威力症病友减肥 新北市社会局人民团体500万擂台赛 也专案补助了小胖威力病友关怀协会 申请方案我们用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是支持我们小胖威力 藉由物理治疗 职人治疗 还有心理的团体治疗 让他们能够养成一个健康管理的概念 那我们发现他们的整个的体脂肪 是明显的降下来了 另外一部分他们的BMI 只有两位的服务对象的BMI 已经到了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 什么是小胖威力症 或许有些人不是很了解 小胖威力症是一种先天基因染色体异常 所造成的罕见疾病 患者因为脑下氏丘功能失调 没有饱足感 胃就像是无底洞 会一直想吃东西 可以为了吃不择手段 甚至连生食都吃下肚 导致了病态肥胖 患者容易年轻时就得糖尿病 进而引起肾脏病高血压等疾病 严重危害生命健康 刚开始时候是有很大的脏力不足 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很明显 就是没有饱足感 那其实人在没有饱足感状况之下 就很容易有情绪不稳定 所以相对的有些情绪的暴走 或是一些情绪的一个起伏 对他们讲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小胖威力代谢只有正常人的六成 平均寿命不高 所以协会必须安排 并强迫病友运动 同时设计各类课程 包括了音乐、律动、绘画等等 如此一来 也有助于安抚小胖们容易躁动的情绪 记者成品张文奇 新店采访报道